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神的话语如同 全员甘露般的浇灌滋润您的心 愿神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仪式贴记》第十章 在《成全仪式贴记》中 虽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有关神的名字 但真觉《仪式贴记》中 却充满了神的作为、恩典与代理 在《仪式贴记》前面的三章 叙述了波斯王、雅哈瑟鲁王、美丽的王后瓦斯提 因为违抗雅哈瑟鲁王的命令而遭到罢黜 接着描述美丽大方的犹太人 以斯贴如何被选立为王后来代替瓦斯提 这些都是神的带领与前选 所以当犹太人遭到奸臣、哈曼用诡计要来陷害 并杀妹犹太人时 以斯贴的养护莫迪改 就向以斯贴求救并且提醒以斯贴说 在四章十三节说到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 由大人免得测祸 此时你若必口不言 由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门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工作与位分 都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应该要勇敢地为主发声 为主做见证 就像四章十六节 以斯贴维护莫迪改所说的一样 你当去招聚苏山城所有的游大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去见王 我死就死吧 是的 当我们愿意抱着必死的学心 来为主做见证 就像以斯贴所说的 我死就死吧 相信神必保守 必为我们开路 最后以斯贴不但没有死 反而成了神手中 位中的器皿 拯救了所有的犹太人 也就像但以理三个朋友 不畏惧 宁布甲尼撒网的命令 坚持不败 宁布甲尼撒网 所造的金像 抱着急或不染必死的决心 虽然被丢到火窑里 但是他们却没有被烧着 甚至豪华 无伤 连一点火疗的气味也没有 最后宁布甲尼撒网 也就大大地称颂神 并且下令全国的人不得放毒神 同样的但以理也是因着不怕 大力无王的禁令 坚持要一天上次的向神跪拜祷告 因而被丢到狮子坑 但因着但以理的信心及勇敢为主做见证的心 神就拆派天使封住尸子的口拯救了但以理 大力无王甚至下令要全国的人去敬畏但以理的神 这些都是见证人 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 所以我们就要存着勇敢的心 在现今 神所赐给我们所处的工作职场 家庭 学校 勇敢的为主做见证 因此我们得了现在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求主赐给我们勇敢的心 为主做见证 死就死吧 相信神必为我们同在 为我们开路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亲爱的主 求祢 赐给我们坚定依靠祢的心 一颗勇敢的心 把握住神祢所赐给我们 每一个位分跟机会 勇敢的在人面前为主来做见证 相信神祢必与我们同在 为我们开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